今天我要為失眠的你 帶來一系列安神助眠的按摩 欸 我說錯話 欸 我 好像要重來 嗯 我重來講 你們在旁邊跟著坐啦 讓我都有教課的感覺 喔喔喔 我們剛剛有扣 李舟健康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石禮山林基金會的樂真 今天要為便秘的朋友 帶來一系列排便順暢的按摩 我相信有許多朋友 都有便秘的困擾 而且甚至你已經每天吃了 很多的蔬菜水果 喝了很多的水 還服用了幫助排便的保健品 你還是排便依然不順 從身體調理的角度來說 便秘非常有可能 是因為我們腹部的溫度不夠 當我們腹部的溫度不夠 它太寒涼的時候 其實腸道是沒有足夠的熱能 去幫助我們把糞便 從身體推出來的 為什麼我們腹部的溫度會不夠呢 原因有非常非常多 我們夏天吹冷氣 喜歡吃生菜沙拉 喜歡吃冰 喜歡喝啤酒 包含我們在沒有足夠保暖的狀態下 受了風寒 這些行為今年累月下來 都會在我們的腹腔以及身體 累積許多許多的寒濕之氣 那麼今天我就要帶便秘的朋友 藉由按摩 將我們腹腔的寒濕之氣排解掉 幫助我們的肚子回溫 可以順利的排便 首先 躺在瑜伽前 屈膝肩肩被放鬆 我們這樣子做可以幫助腹腔更放鬆 因為腹部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區域 拿出雙手 慢慢的繞拳30圈 下一個步驟 拍下腹 30次 如果在為自己調整的過程中 想要打嗝或排氣的話 都是非常好的現象喔 千萬不要憋住 要讓他們自然的流動出來 下一個步驟 肚子分為三個區域 肋骨下緣這邊的腹腔 中間一條 右邊 一條 左邊一條 用我們的手指頭 把第一條線慢慢的推開來 記得要鼻吸鼻塗 要呼吸 當我們呼吸的時候 血液的含氧量就會提高 各位在按壓的過程中 一定會按到一些地方 卡卡緊緊的 這邊 就是你身體腹腔 含濕區域的地方 慢慢的推揉開來 接下來散盤坐在地上 我們要疏通的是手部的大腸筋 大腸筋的位置 拿出我們的手一樣用空掌 由上往下拍30趟 我們在拍的時候 可以去感受 什麼地方是比較同的 拍到酸酸麻麻的 下一個步驟 我們用拇指去推 剛剛拍過的區域 肺筋跟大腸筋的位置 如果你們在家裡有乳液的話 我會非常建議你們塗一點乳液 會更好按 大家在推筋絡的過程中 有沒有發現 哪一個地方是比較緊跟痛的 我今天發現的痛點是這邊 那用拳頭把這邊捶開來 30次 做完左側之後記得做右側 下一步我們要調理的位置是胃筋 胃筋的位置在大腿到小腿 拿出我們的拳頭用甩的 把胃筋捶開來 我非常建議女性朋友用捶的 因為女孩子的手指頭其實力量不大 用捶的就比較不會那麼累 捶30趟 如果你在捶胃筋的時候覺得很痠很痛的話 這非常有可能是你平常吃飯吃太快了 胃的壓力比較大 在剛剛捶胃筋的過程中 各位一定有發現一些點是比較痛的 那我們就在這個比較痛的點 幫它加強 在那個區域捶30下 比方說我今天發現比較痛的區域是這邊 那我就在這邊捶30下 把我們的胃筋疏通開來 好 下一步我需要搬椅子 所以你可以暫停 接下來我們要調整的區域是竹三里 首先 找到吸眼窩 在膝蓋向方 外側吸眼窩下面 四隻手指頭 垂直下去之後 旁開一個中指 我們揉揉這邊會酸酸的 如果沒有找到酸酸的 就在四周繞一下 找到你今天最酸的點 接著握拳 用拳頭把這個點捶開來 30次 竹三里這個穴道 對於提升胃部的循環非常有幫助 可是如果你現在有胃發炎的話 這個穴道是不能按壓的唷 因為這樣會讓胃發炎變得更嚴重 接下來我們要按壓的區域是蜂蓉穴 一樣的 吸眼窩外側 外懷骨 兩個點 延伸成一條線 中間點 就是我們的蜂蓉穴 找到蜂蓉穴之後 一樣用鎚的 30次 蜂蓉穴是全身最重要的排濕大穴 如果你身體濕氣很重的話 多鎚這個穴會有很大的幫助 它也可以幫助排便 鎚完左側之後 記得鎚右側 好 最後我們進入收尾的動作 我們屈膝 用雙手抱住膝蓋 我們可以閉上眼睛 感受剛剛一系列按摩 衛生體帶來的氣血循環 三個深呼吸 好 這一系列的按摩 我非常建議各位 早上起床之後 喝了一杯溫開水之後進行 最好的時間是 早上五到七點大腸筋的時間 做完這一系列按摩之後 答應我不要再吃生冷的食物了 因為好不容易 把腹腔的溫度提升起來 我們要好好維持這個機能 希望這按摩對你們有幫助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